看到徐志胜一句话让孟子义学会闭嘴 才发现这俩人相爱相杀有多搞笑 我感觉你唱歌比我还难听 但你说话比我难听 徐志胜除了显示屏其他都是高配吧 这反应速度我真只能说是天赋 难怪都说只有徐志胜才能接住孟子义的话 因为面对孟姐的奇葩提问 她总能见招拆招 原来这五天向南而行 但妈说啥 不会有一句反话说 你这五天才开始向南而行 我们刚录就开始向南而行了 因为年轻的人总要走一些弯路 才能到达别 这情商和临场应变能力也太夸张了 果然志胜勇闯娱乐圈靠的不是颜值 节目上徐志胜回忆自己童年生活 结果意外暴露孟子义智商 我其实想回到我小时候住的那种 专地啊 土地 那个院子全是妥的就没有出乱的 你沙子吗 你把他踩 踩一滴 土是什么东西 孟姐真就越努力越心酸 看得出来她是很想了解 但奈何八百的新严子全部都是空心的 而徐志胜面对笨蛋美女孟子义 总能轻松应对给嘉宾一点大震撼 您再重复一下您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穿的这个衣服 本以为是孟子义脑子短路了偶尔这样 但没想到她总是语出惊人 给志胜带来精神暴击 节目上几人正常社交 结果孟子义像是触发任务的人工智能 孟子义是给自己设置自动回复了吧 这样条件反射式的对话就连志胜都叹为官职 带的是什么桌游呢 谁是问的 哦好玩好玩 这要夸奖属实被孟子义拿捏的死死 孟子义根本没在搞笑才是真的搞笑 本以为这就是徐志胜的综艺滑铁路了 但想不到孟子义的迷惑行为永远超出她的认知 节目上孟子义为了赚桃花币给志胜卸妆 结果就是徐志胜受难剂 经过两人的轮番吐槽攻击 志胜这下脸是洗干净了但也丢没了 徐志胜是花钱来受罪的吧 然后下一步他们就开始了捏肩膀服 徐志胜挺难杀的呀 被两人逮住一顿折磨 但这都不算什么最扎心的还是孟姐走心评价 你说志胜你的化妆是给你化妆应该很容易吧 为啥呀 因为其实化什么都很难改变原生母 听起来像是一句夸赞 但为什么从孟子义嘴里说出来 对志胜是一种心理暴击 孟子义一开口就狂戳志胜废管子 两人的相爱相杀简直提供了整齐笑点